《开心鬼》这部经典电影 是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缔造了当年的票房神话 而这部电影更是黄百明当年 由幕后转战幕前的柱南电影 所以对他来说真是意义重大 藉着电影上映40周年 所以百明哥就在自己生日正日 举行重影活动 邀请昔日演员 以及400位台前幕后的朋友 重聚看电影 好似后李丽真 傅明軒 高智森 袁杰盈 叶子薇 关宝慧 杨明 庄司明 庄司敏 麦秋 百明哥这日有机会见回这么多老朋友 加上儿子黄子环 和孙仔孙女都有到场 他这个生日都过得特别开心 生日快乐 多谢 是否安排今天这个日子 去做这个广播 是的 原来40年前的《开心鬼》 亦都是4月8号开镜 那么巧合 我也是4月8号生日 所以安排了这一场 特别的重温的一部电影 我请了400位我的好朋友 一起来这张照片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那就是40年了 是, 真是差了 是… 但也很开心见到很多老朋友 是… 你想说当年 那张照片的时候 真的很难忘的片段 太多, 开心得太多难忘的片段 也说不完 那我呢, 就是40年后 我们大家都是这么好的朋友 对吧 而且大家都是这么年轻 对吧 没有什么变点 那就很…很幸运 有没有想过这个剧本再拍了吗 不会了 不会了 因为太过经典了吧 找不到再令我一个这么英俊的 最开心的 这部电影算不算是这个开始吗 这是我第一次做男主角的电影 当年也受了博家先生 不认识先生的影响 所以令你走出来没钱 不是, 那时候我们很需要演员 所以几个老板都隆隆隆 要自己做完演员 因为演员很贵的 想想想 不如自己也做完 所以开心鬼是第一套 当年Gigi有份演出 开心鬼系列第二集 开心鬼放暑假 那时还是学生妹的她 就是拍这部电影的过程 非常开心 还有很好的待遇 知道你十岁岁 当年就已经拍开心鬼放暑假 这么快收到风 对啊 现在会不会想起很多回忆 偶尔也有想起的 那时是挺有趣的经验 童工 有什么难忘的情节 记得第一天开工 因为家人不放心 就叫了公仁姐姐 跟着一起陪开工 过程是否辛苦呢 白鸣哥有没有好好对你们 完全不辛苦 我们拍戏很多东西吃 很多零食 所以拍戏很开心 你姐姐有没有叫你去玩 都没有 可能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规定了 讲拍戏的条件 就是要不可以拍戏 和你够钟请我回家做演课 好 好 好